拿小熊维尼开玩笑 HBO网站在中国遭劲 美国知名脱口秀主持人约翰·奥利弗 在HBO频道节目中 吐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害得HBO网站被网络防火长城给挡下 这位来自于英国的喜剧明星 在上周今夜秀中 做了长达20分钟讽刺中国的新闻脱口秀 批评人权问题与反乌托邦式的监控手段 重点是他还拿习近平与小熊维尼的 相似度来开玩笑 这只没穿裤子肚皮混圆的小熊 简直就是习的2D卡通版 习近平对于这个卡通人物非常敏感 以至于在中国的社群媒体上 小熊维尼的影像都被清除了 而现在奥利弗的名字 就像小熊维尼一样被微博给尽了 若想发布含有这名字的贴文 只会出现发送失败 或是内容违法的警示 中国网民从上周六起就无法造访HBO网站 但像是《冰与火之歌权力游戏》之类的电视影集 还可以在腾讯串流频道观看 被中国网路防火长城隔绝的名单可长了 知名西方媒体如YouTube 脸书 推特 和纽约时报都一一被挡下 但是大家都知道 中国网民如果想上这些网站 都还是有办法的 别忘了 我们晚上八点 还有今天的精选汇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стало终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